毕业前夕 小姑子在饭桌上突然呕吐 想到她三个月未来院士 我提议送她去医院看看 婆婆却疯狂扇我巴掌 你小姑子乖巧懂事 你身为嫂子竟然给她泼脏水 哦不我心啊 我家怎么娶了个你这么玩意 后来 小姑子的运检单被同学发现 学校知道后将她开除 小姑子却对外造谣 说我找人祸害了她 婆婆恨读了我 联手小姑子把我从高楼推下 再次睁眼 我回到小姑子运吐那天 哦 刚刚我的声音在瓦尔潘旁响了起来 我睁开眼睛 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恍惚了一下 才猛然意识到我竟然重生了 此时此刻 我的小姑子方婉婉正扶着餐桌 呕吐不停 婆婆在一旁焦虑的开口 怎么回事啊 怎么好端端的吐了呢 是不是你嫂子买的肉不新鲜 婆婆说着满脸怒气 甩手就想给我一巴掌 我躲了过去 冷冷出声 才连吃都还没吃 上辈子的今天 方婉婉也是在饭桌上 闻到猪肉味 忍不住呕吐 她三个多月未来越是 再加上她曾多次跟婆婆借口 去同学家玩 夜不归宿 我好心提醒婆婆 带小姑子去医院看看 却被婆婆当场疯狂扇巴掌 说我造谣她女儿 后来小姑子的运检单被同学发现 报告给了学校 学校把她开除 她却对我泼脏水 说是我找人祸害的她 让她怀上运的 婆婆和小姑子不仅联手 把我从高楼推下至死 还把我伪装成自己失足跌落 在我死后 又把我的尸体 随意地扔进了乱葬岗 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 没想到 他们竟然这样对我 我好恨好恨 奈何老天有眼 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 现在距离高考还有半年 算算日子 不出意外 方王晚的预产期 正是高考那几天 这一次 我倒要看看 方王晚会是如何下场 我端起饭桌上的碗筷 吃着自己的东西 一声不吭 婆婆见此伸出手来 戳着我的脑袋 司堂 你还是不是东西了 没见你小妹 难受成这样子 你怎么安心吃下去饭的 我微微一笑 将婆婆的手直接甩了过去 小妹还年轻 又不是怀孕了 吐一吐没什么大不了 许事还有半年高考 压力大 最近天气寒冷 小妹半夜学习 冻着受凉了吧 我说这话时 一直都在观察着方王晚 听到怀孕两个字 她的眼底闪过一抹慌乱 急忙地顺着我的话说 妈 嫂子说得对 我应该是半夜学习冻着 受凉了 没关系的 缓一缓就好了 婆婆心疼立马开口 你这孩子 学习虽然重要 但身体还是更重要的 下午让你嫂子 去给你买点海鲜补一补 我手环胸靠在椅子上 听了婆婆 很是自然地说出的 这不要脸的话 忘记说了 现在这一家人住的房子 是我婚前自己买的 平日里面日常开销 花费 大多数也都是我出的 之前我拿他们当亲人 想着一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 认劳认怨 但结果换来的 却是死无全失的下场 我自己的父母 本来身体就不好 得知我死后的消息 伤心过度 也纷纷进了医院 而方家的人 毫无任何心理负担地 霸占了我的房子 用了我的存款 开开心心地 过完了下半辈子 这辈子 想都别想 索性饭也吃得差不多了 我将手中的筷子 扔到了桌子上 站起了身 下午有会要开 去不了 你自己去吧 说完后 我直接朝着房间走去 婆婆在我身后大喊大叫 四躺 你什么意思 你晚不刷了 你给我回来 每天的饭菜 都是我下班回来后做的 吃完饭后 也都是我去刷完扫地 这一家人全是犯来账口 什么都不干 好不快活 但同样的 一个个也全都是 狼心狗肺的家伙 我进入卧室后 直接叫门反锁 不搭理婆婆的大喊大叫 直到下午快到了上班时间 我才出去 这时婆婆已经不在家了 我路过方朗朗的房间 只听她焦急地打电话的声音 从房间里传来 怎么办啊 我好像怀孕了 你什么时候 带我去医院做检查 我自己去 我哪里来的钱 我的钱不都拿来 给你当生活费了 行了 别废话了 这周末 你必须带我去医院做检查 好了不说了 我嫂子还在家 要是被她听到就不好了 房间里面传来 方婉婉嘻嘻嘻嘻的声音 她从卧室里面走了出来 刚拉开房门 就发出来一声尖叫 你怎么在这里 我嘴角边擒着笑 看着她不说话 方婉婉慌乱急了 嫂子 你没听到什么吧 我摇了摇头 我正准备去上班 路过你房间门口 怎么了 方婉婉见我神色不似作假 缓缓地松了一口气 她冲着我昂了昂头 满脸的阴阳怪气 没怎么 现在嫂子的时间 可真是宝贵啊 让你给我买点 有营养的补一补都不愿意 我可没见过谁家当嫂子的 像你这样 我单单出生 现在你不就看到了 方婉婉怒目看着我 你 我懒得搭理她 直接转身往外走 走出家门的那一刻 我冷笑着关掉手机里的录音 像以后 方婉婉还能阴阳怪气得起来 下班回来后 我间饭桌上摆满了海鲜 尤其是螃蟹 被推在了方婉婉的面前 婆婆正被对着我 催促着方婉婉 快吃 在你嫂子回来之前 全都吃完 我呵呵一笑 婆婆听到动静吓了一跳 转头对上我的视线 她冷笑了一下 脸上没有丝毫尴尴尬 反而一样怪气 哎哟 大妈人回来了呀 我告诉你 今晚的饭是我做的 菜是我买的 你别想碰一点 早就看透了方家人的面目 此时听了婆婆的话 我的心里没有丝毫过来 我朝着桌子上的螃蟹扫了一眼 方婉婉原先是带着犹豫的 但见到我的眼神 她立马警惕了起来 二话不说 将螃蟹全都拉到了自己面前 开始开动 我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 即便方婉婉知道 孕妇是不能吃螃蟹的 但她会害怕我吃 抱着孕妇吃完 不会有事的侥幸心理 她都会把螃蟹全都吃完 但她的侥幸没有成功 吃到第三个的时候 方婉婉的肚子就开始痛了 她忍不住的发出惨叫声 这可把婆婆给吓坏了 司堂 司堂 快送婉婉去医院 我淡定的坐在了沙发上 没有撕好动作 因为我知道 这医院是去不成的 去了 某人不就暴露了吗 果不其然 方婉婉苍白这一张脸 拽住了婆婆的手 虚弱的开口道 妈 我没事 我就是吃坏肚子了 去趟卫生间就好 话是这么说 但婆婆脸上的担忧 还是止不住 想到了什么 我眯了眯眼睛 随后故作担心的开口 晚晚 你这中午呕吐 晚上肚子疼 该不会肠胃炎了吧 你等着 嫂子去给你买药啊 婆婆瞪我一眼 还不快去 我赶紧跑出了家门 楼下小区门口 正坐着一群 磕着瓜子的大妈 我使劲掐了一下自己的腿 让自己的眼眶 很快就红了起来 路过那群大娘面前 果不其然 没走几步我就被喊住了 住在我家对门的刘大娘 暗哟哟的出声 方家媳妇 你这是怎么了 晚晚那丫头吗 她怎么了 我擦了擦一眼脚的泪水 似是平复了一下情绪 才缓缓开口道 不知道怎么回事 晚晚已经三个多月没来越试了 今天在饭桌上 一闻到肉味就恶心想吐 晚上那位我婆婆给她买了螃蟹 结果才刚吃两三个 就开始肚子疼 哎 许氏快要高考了 晚晚这丫头压力大 尝得严了吧 几个大妈相互对视了一眼 其中一人开口道 你这么说我倒是想起来了 我前段时间见到你那小姑子 好像比之前胖了一些 是吗 我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许氏天天见 我没注意吧 大娘们我先走了呀 晚晚还在家等着我的药 说完后 我急忙地朝着药店的方向跑去 转身的那一刻 我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弧度 没有什么消息 比在大妈堆里传得更快了 等我回到家中时 方晚晚已经好多了 正躺在沙发上 吃着我买的燕窝 见到我时 她满脸的不耐烦 让你买个药都磨磨叽叽的 婆婆在一旁帮腔道 喝我的 喝我的 钱我出了 力我也出了 现在一个个的还在指责我 真是不要脸 但面上我依然挂着 对方晚晚的关系 我把药和热水都准备好了 递到了方晚晚面前 小妹 快吃吧 压根就不是肠胃炎 方晚自然是不会吃这药 更何况怀孕也不能乱吃药 她说我翻了个白眼 趾高气昂的道 放那里 过会我再吃 正乃成 小妹 生病不舒服 还是要早些吃药了 或者对身体不好 我上前一步 把药递在了方晚晚嘴边 方晚晚直接伸出手来 将我手里的药拍掉 嫂子 你耳朵聋了 是听不懂话吗 我都说了 我过会吃 婆婆见方晚晚满脸的不耐烦 也开口让我滚一边去 我听话的将药放在了桌子上 之后我回了卧室 刚一进去 我就拍了一张 用被方晚晚拍红的手 拿着药的照片 并上传到了朋友圈 并配闻 哎 小姑子生病了却 不愿意吃药 心疼 不一会儿 住在对门的刘大娘就评论了 恐怕不是生病了吧 我看到了 故意没回 过一会儿 刘大娘私聊了我 小棠 你家晚晚 恐怕不是生病了 我故作疑惑地回到 不是生病那是什么 大娘 能了解晚晚这些症状吗 能不能让她舒服些 出多少钱 我都愿意 你这孩子 对你小姑子真好 我说实话 你不要生气啊 我觉得她是怀孕 我发了一个震惊的表情 随后立马反驳 不可能的大娘 我家晚晚乖巧懂事 这还有半年就要高考了 怎么可能会怀孕 真的 你别不信 跟你婆灰一起 带她去医院检查检查 我觉得方晚这家都不老实 我有几次看她半夜都还出去呢 大娘肯定是你看错了 我家晚晚不是这种人 大娘我去给晚晚煮点粥喝了 时间不早了 你也早点休息 你这孩子 咋就不信呢 看着和刘大娘的聊天记录 我嘴角勾起一抹糊度 第二天一早 我从卧室走出去时 就看到婆婆怒气冲冲地 从外面走来 边走着 嘴巴里边慢慢咧咧 我呸 这些死女人们 竟然说看着我家晚晚肚子大了 怀孕了 嘴巴真脏 住在我对面的方晚晚 正巧也拉开房门出来 听到婆婆的话 她面色刷了一遍 婆婆听到动静 转头看向方晚晚 但眼睛下意识地落在了方晚晚的肚子上 我看到婆婆的眼睛猛缩了一下 方晚晚慌张地 将自己的手挡在自己的肚子前 开了口 妈 谁乱说的呀 嘴巴那么贱 看我不死了她的嘴 婆婆没有说话 而是仔仔细细地 将方晚晚上上下下地打量一遍 婆婆的神情落在我的眼里 让我的心更冷了 还真是让人嘲讽 看来 婆婆对于这些话 其实也是有些相信的吧 毕竟 当妈的哪里有不了解自己孩子的 方晚晚什么德行 婆婆心底一清二楚 只是上辈子 她偏心她女儿罢了 方晚晚继续开口道 妈 我只是最近长胖了 那些碎嘴子的人 肯定是见不得我家好 我马上要高考 成为大学生了 惹得他们嫉妒 婆婆想了想 觉得也有道理地点了点头 也是 我最近给你买了不少好吃的 你长胖也正常 方晚晚嘴角扯出了一抹笑容 但桌子上的早餐 她吃了几口后就没有再吃了 临上学之前 她出口朝我命令道 我长胖了 衣服小了 给我买几件大马的 上衣裤子都要 我开口道 晚晚不然你自己从网上挑吧 挑好链接发给我 我来买 你眼光比嫂子好 方晚晚哼了哼 同意了 但是她没有发商品链接 而是直接发了代付链接 我看不到她买了什么 只能付钱 我笑了笑 把钱付了 第二天 衣服就到了 快递员送货上门时 方晚晚上学还没回来 我签收后 看了一眼快递带上的商品信息 不出意料 孕妇装两个字 极为明显 我笑了笑 在快递员离开后 我找了个袋子 将几个快递全都装了进去 出了家门 出去后 我到超市买了一些零食 回去时 我朝着大妈堆走去 由大娘看见我 出我招呼了起来 小唐 大妈去了 我养了养手中的袋子 昨天给了婉婉钱 让婉婉这孩子 在网上买了一些衣服 衣服到了 我给他拿回来 随着我的话音落下 我手中的袋子烂了 快递从袋子里掉落 有商品信息的那一面 出现在上面 刘大娘快速地扫了一眼 和周围的人相互对视了起来 刘大娘直接开口道 小唐 你家婉婉怎么买的孕妇装啊 我回到 婉婉最近长胖了 孕妇装码数大一些 穿得舒服 刘大娘一听 顿时择了一下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我认真的开口道 大娘 你想多了 我家婉婉一直都是乖巧听话懂事的 刘大娘撇了撇嘴巴 没说话 我笑着 将另外只手里拎着的零食拿了出来 分给刘大娘他们 刘大娘顿时喜笑颜开 哎 你这孩子 对你小姑子可真好 她都多大了 想要衣服 也应该你婆婆给她买 结果你这又给她买衣服 又给她拿快递的 我之前在家 可是听到她不是对你阴阳怪气 就是大吼大叫的 我微微一笑 没事 方婉婉还小 回到家中 我把快递放到了家门口的快递柜中 装作没有动过的样子 方婉婉回来后 将快递拿了出来 就进了自己的房间 房门紧闭 等到吃饭的时候 方婉婉才换了衣服走出来 边走边说着 妈 我这衣服好像买大了 大马的女装和孕妇装 其实是看不出来什么区别的 方婉婉对着镜子扭了一圈 大声的嚷着 这衣服一点也不合适 穿得显得我好像孕妇 算了 不退了 没孕费险 退货还要钱 方婉婉叹了一声气 坐到了餐桌前 看似好像十分节俭 看着她自导自演的一出 我都想笑 方婉婉怀孕后 胃口也比之前大了一些 但怕被婆婆瞧出端倪 又怕吃都会太胖 她最近吃饭都吃得很少 但吃得很少的结果就是 方婉婉在学校低血糖晕倒了 怕她出事 学校直接打了120 这一去医院 怀孕的事情自然瞒不住了 婆婆匆匆忙忙地赶去了医院 我知道 上辈子那场污蔑要来了 我比婆婆晚半个小时到医院 刚进病房 婆婆的巴掌伴随着尖叫声 就扇了过来 你个贱人 毒妇 竟然祸害我女儿 你怎么这么恶毒 病床上 方婉婉正眼眶通红地躺在那 周围站在她学校的老师们 皱着眉头看向我 我自然不会站在被打 躲了过去后 我明知故问地开口道 发生什么 方婉婉的老师上前来把婆婆控制住 示意她冷静 之后满脸复杂地冲我开口道 四小姐你好 方婉婉同学 怀孕了你知道吗 我满脸的错愕 怎么可能 婉婉还在上学呢 平日里面乖巧懂事 怎么会怀孕呢 你个毒妇 你竟然还好意思说 是你找人祸害了我女儿 我可怜的婉婉啊 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 怎么有了你这么点媳妇 婆婆垂地嚎啕大哭 学校老师解释道 四小姐 方婉婉同学指控 是你找人对她行不轨之事 导致她怀孕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 我们将会报警 请警方介入 我握了一下手中的手机 动了动唇绊 刚想说些什么 我就听一道熟悉的声音 从病房门口传了进来 小唐 你们这是干嘛呢 听到刘大娘的声音 我没心意动 将手机放回到了口袋中 刘大娘已经从门外走了进来 听到有人问 婆婆更来劲了 哭天喊地地指着我道 这件女人长了祸害我女儿 婉婉这么小 一直都听话懂事 就怀孕了 毒妇 太饿毒了 心肠怎么那么坏 这些年来 我方家自诩 没有亏待过她一点 她竟然如此对待我的宝贝娘 刘大娘看了看 躺在床上面册苍白的方婉婉 又看看婆婆 突然就冷笑了出来 你家婉婉听话懂事 你哄谁呢 已经准备拿出手机拨打 报警电话的学校老师 呼得就停住了手 刘大娘手环胸地看向我婆婆 不屑地开口道 我都见过好多次了 你家方婉婉大半夜的不睡觉 从家里跑出去 跟男的在外面亲亲我我的 这是事情败露了 怀孕瞒不住了 这回为了帮她说话 就随意污蔑我吗 我也是要清白当 谁污蔑你了呀 刘大娘当场反击 之前我就提醒过你嫂子 说你怀孕了 你嫂子不信 夸你懂事乖巧听话 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来的 我们还有聊天记录呢 刘大娘将那天 我和她在微信上的聊天记录 拿了出来 给周围的人看 方婉婉面色刷的一遍 刘大娘指着方婉婉的鼻子骂 不信你们去问问街坊邻居呀 谁不知道你嫂子平日里面对你多好 你生病大晚上的 出去给你买药 给你钱买衣服 经常买菜做饭 反倒是你 经常对她大呼小叫 发脾气 你这丫头怎么那么像白眼狼 方婉婉紧紧全桌手 后牙槽都快咬碎了 她既然嫁给了我哥 对我好是应该的 这些没什么值得提的吧 周围的老师们 听着方婉婉的话 看向她的眼神变了 方婉婉继续道 光凭刘老女 刘大娘一个人的话 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即便有聊天记录 也可能是她和我嫂子 事先做的伪证 说明不了什么 你们说可以问问 其他的街坊邻居 行啊 那就再找一个过来 方婉婉找的那人来得很快 在见到那人时 我心里冷冷地笑了笑 来的是住在我家 那个小区的一个男人 王大爷 麻烦你把那天晚上 看到的事情说出来吧 方婉婉说完后 就闭上了眼睛 一副视死如龟的模样 被他叫做王大爷的男人 点了点头 咳嗽了两声 缓缓开口道 那是在几个月前的晚上 我确实看见了 我嫂子把我灌最后 带我出去的 我看向王大爷 有证据吗 王大爷冷哼一下 甩袖指着我 当时我怎么会想到 竟有如此坏的嫂子 会这样对自己的小姑子 周围的学校老师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终方婉婉的班主任开口道 我们还是报警 将这件事情交给警方处理吧 对此 我当然是没有意见的 但方婉婉反对 众人齐齐看向他 我的心不像我嫂子那么恶毒 再怎么说 他也是我哥的老婆 看在我哥的面子上 我也会多给他留点情 我不打算报警抓我嫂子 但我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后 会交给我的嫂子抚养 我嫂子要一直供他上完大学 买房买车结完婚 当然 到那个时候 我应该也成立了 我自己的家庭 放心 我不会多占你便宜的人 那个时候他再怎么样 就不会再让你负责 方婉婉说的这一番话 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感情 真是想让我白给他养孩子 给孩子成家立业后 他再要回去 给他养老 这算打得真好 这脸可真是大 婆婆在一旁赞同的点头 婉婉说的有道理 即便司堂心很歹毒 我们也不想让司堂去坐牢 再怎么说他 终究也是我方家的儿媳妇 我们没那么恶毒 婉婉提的条件不过分 如果司堂答应 这件事情也就算了 否则 婆婆满脸威胁地看向我 我微笑着回看着他 还是报警吧 说完后 我直接拿出手机 打了报警电话 方婉婉面色刷了一遍 咬牙切齿地看向我 嫂子 我有心原谅你 没想到你竟如此不是好歹 有王大爷这个人正在这里 你觉得你能逃脱的了吗 那就看看我能不能逃脱吧 我瞥了一眼方婉婉 要不说方婉婉又蠢又坏呢 一点法律常识也没有 真的以为 就靠一个什么王大爷 就能把罪责推到我身上了 刘大娘听了方婉婉的话后 撇了撇嘴巴 这小姑娘年纪轻轻的 心眼不小 就是智商看起来不太够啊 警方来得很快 婆婆立马哭着喊着扑上前去 说我找人祸害了 她正在读书的女儿 方婉婉也掩面哭泣 警方询问了王大爷 王大爷也跟着坚定点头 说他几个月前的晚上 确实看见我和一个男的 带方婉婉外出 方婉婉泪水不断流淌 其实事发的第二天 我就想报警了 但是想到他毕竟是我嫂子 我不想破坏我哥的幸福 就一直忍到现在 没想到他现在竟然不承认不说 反倒找了这个姓牛的女人 帮他开脱 刘大娘 你说我嫂子给了你什么好处 我双倍给你行不行 求你不要害我 刘大娘脾气本就暴躁 听到方婉婉哭哭啼啼 说的这些话顿时就爆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 谁害你了 我说的都是事实 警方 我 我拽了拽刘大娘的衣袖 冲他摇了摇头 事情到现在 方婉婉和他妈什么嘴脸 都已经展现出来了 没有实质的证据下 说的再多不过是口水战 我将手机里的录音播放了出来 怎么办啊 我好像怀孕了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医院做检查 我自己去 我哪里来的钱 我的钱不都拿来 给你当生活费了 行了 别废话了 这周末 你必须带我去医院做检查 好了不说了 我嫂子还在家 要是被他听到就不好了 除此之外 我还有几段视频 方婉婉和一个年轻男人 一起去产检的视频 视频里 那年轻男人一脸的不耐烦 但方婉婉挽着他的胳膊 不让他走 我快要高考了 到时候肚子大了怎么办 你给我钱 我去打胎 你自己去打 我也没钱 你钱呢 一分都没有 还是说不想给 这也是你的孩子 我也没让你跟我睡呀 我就随口一说 谁知道你答应了 视频戛然而止 但方婉婉的脸 和那年轻男人的脸 全都拍得清清楚楚 刘大娘捂着嘴巴开口道 王大谭 这不是你儿子吗 没错 上辈子我死后 灵魂并没有立马消散 跟在方婉婉的身边 我知道了 他怀的这个孩子是谁了 所以 这辈子重生后 我就暗中跟踪了方婉婉多次 终于拍到了 他和王大谭子见面的视频 王大谭也是知道这回事的 但很显然 上辈子和这辈子都一样 他们都不想出钱 给方婉婉打开 方婉婉自己的钱也不够 以至于被发现后 这些人联合起来 就把一切推在我的身上 方婉婉的面色彻底慌了 他学校的老师 在看到视频后 脸上也都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当场对方婉婉进行了劝退 我也向警方提出 要对方婉婉 以及他妈 还有王大谭几人进行起诉 告他们侵犯我的名誉权 婆婆尖叫着 指着我骂 恶毒的女人 我可是你婆婆 你竟然想告我 我让我儿子跟你离婚信不信 上辈子 我还是个恋爱脑 老公常年在外打工 我在家让婆婆和小姑子 住着我的房子 花着我的钱 照顾他们无怨无悔 对方完党污蔑后 我拿老公回来了 结果回来 见到的第一面具 又给了我一巴掌 质问我 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妹妹 他不相信我的解释 他觉得他妹妹乖巧听话 他觉得他妈心地善良 不可能会污蔑造谣我 他跟着他妈一起 骂我毒妇 那时我才知道 即便我和方天明结了婚 但是在他的眼里 我始终是个外人 不用你让 离婚协议我已经打好了 我冷笑了一下 我的财产在我重生回来后 我就开始逐渐 全都转移到了我爸妈名下 和方天明结婚三年来 他一毛钱没给过我 我也没伸手问他要过 现如今离婚 他也别想分到我半分钱财 相反 他名下的 我会正常去分 从医院出来后 我和刘大娘一起回了小区 一路上 刘大娘都在吐槽 放晚晚和他妈 大娘 你今天怎么会在医院啊 刘大娘开口道 哦 我家亲戚住院 我今天去看了看 没想到正好碰到了你们 真的是气死我了 怎么会有这种 不要脸的婆婆和小姑子 还好你想开了 绝对离婚 这些年了 那方天明又不在家 这不是全把你当免费保姆了吗 来伺候他妈跟他妹 刘大娘愤愤不平 我微微笑了笑 回到小区后 我朝着家走去 刘大娘则是迫不及待地 把今天在医院里发生的事情 告诉她的那些姐妹们 到家后 我联系了搬家工人也到了 我让他们将方婉婉和他妈的所有东西 全都打包扔了出去 之后我开始联系律师 着手对方婉婉和他妈对我的造谣 进行起诉 以及起诉方天明离婚 方婉婉是在第二天出院的 出院后 他和他妈就一起回来了 与此同行的 还有方天明 我刚打开了房门 方天明的巴掌就扇了过来 司堂 你个贱女人 我不在家 你就是这样对我妈和我妹的 我自然不会站着被方天明打 侧身躲了过去 方婉婉站在方天明的身旁 尖叫出声 司堂 你竟然把我和我妈的东西都给丢出来 你是不是想死 有方天明在 他的底气似乎足了起来 我冷冷地看着这家三口 这是我的房子 怎么处理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方婉一脸的气急败坏 什么叫你的房子 你嫁到我们方家来 这房子就是我们方家的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给脸不要脸的是你们吧 法院的传讯单过几天 也会送到你们手上 记得出庭 懒得跟着几人废话 我直接打了报警电话 我家房门口是有摄像头的 刚才方天明想要打我 可是被摄像头拍得清清楚楚 方天明阴沉着一张脸看向我 司堂 看来 这个家 你是存心不想过下去了 要不然说这三人是一家的呢 我话都说得那么明白了 还听不懂 但现在看着眼前的这三人 我就觉得恶心 方天明被警察带走的时候 还沉着脸冷冷地看向我 你不要后悔 后悔 早后悔了 后悔嫁给这种人 我懒得跟眼前的三人废话 直接把我的律师叫来 对接后续事宜 上辈子我死后没多久 方天明就带回了一个女人 从他们的对话中我知道 方天明早已背叛了我 我在家给他做公婆 结果他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快活 所以这辈子重生后 我也找了私家侦探到 方天明打工所在的城市 拿到了他背叛我的证据 有了这些证据 起诉方天明简单多了 离婚时 我把方天明名下的财产 分走了一大半 而我名下的 他一毛钱都没拿到 这可把方婉婉给方母气坏了 天流大娘说 这两母女在外面四处败坏我的名声 四处说我的坏话 但除了方家的亲戚外 那些共友们可没有多少人相信 毕竟之前方婉婉自己出去乱搞怀孕 却推到我身上的事情 可被刘大娘添油家醋般的传了遍 不少人都对方婉婉和方母厌恶极了 对于他们的话 自然没多少搭理的 但方婉婉竟找人想要殴打我 对我进行强迫 还要拍视频 方天明和方母在后面触摸话策 了解他们的性格 我怎么可能没防备 我假意被他们抓住 但关键时刻 警方破门而入 将他们全都抓住 方婉婉是主谋 方天明和方母也难逃劳一致灾 不仅如此 方天明所在的公司也把他给开除了 他的那个新欢知道后 连夜收拾包袱跑路 法院开庭那天 我也出庭了 听到有关方家几人的判决书 我心里没有太大的波澜 这是他们该得的 比起我上辈子的死无全尸 还是太轻 回到家后 我把曾经被方家几人住过的房子卖了 重生回来后 我就一直想回家看看我爸妈 但没有报复回去 我感觉没脸 现如今尘埃落定 我终于可以回去找他们了